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 本王好生仰慕啊 好说好说 这手也是又白又嫩 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 不知公子可保 走 走走 你挑戏我老婆 倒挑戏得很欢快 你来啦 能赞我阿爹 饮得生一场戏 你也是个人才 这次别过 保重 大胆 知道本公子是谁吗 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若刚才不来 我也正有此意呢 你怎么被开游也不知道躲一躲 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 我过去了 然后又在哪儿了 我都在 ¿ 过去了吗 预备得的 我可以接受了 你这么哭 不愧是被骑了一趟狗吗 不愧是被骑了一趟狗 太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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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点灯吧 两位公子 买点灯吧 两位公子 可以看一下 凡人买灯 是向神仙祈福 我们买灯 向谁祈福啊 如果你也想罢了 你还真当放一盏灯 就能实时随心吗 走 既是二位公子 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 我们这小镇哪 一共就三家客栈 王掌柜和李掌柜那两家 昨日就订满了 我们这家也是 刚刚退了一个客人 就云出来这么一间 你看 要不先凑合一晚上 麻烦您取些热水来 好 好 顺便做几道小菜 好嘞 好 吃不了便洗漱睡吧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回来了 那青秋白浅 可跟着一起回来了 奴婢看得很清楚 太子殿下 是独自一人回来的 他刚一回来 就去了紫辰殿内 与西海二皇子一室 还未去宴席 好 他没来最好 这样我今夜就有十足的把握 将叶华留下 娘娘 奴婢怕 不用怕 天君素来最讨厌 那只小巴蛇 连同小巴蛇的儿子 元甄也不喜欢 这几年才有所缓和 倘若 袁珍调戏我 天君一定不会饶过他 所以不用怕 在天君心中我很重要 哪怕 他不看在自幽照看我的情意 也会看在各分之部族首领的面子上 给我个交代 我是叶华的侧妃 我被他的堂弟调戏 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 叶华 总会留在天宫几日 如今直几 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留在天宫 不让他再去清秋 受那只九尾狐的魅惑 你在此处准备 我去找袁珍 设法将他带来 是 娘娘 娘娘 此处是 花得他 走 teen 九尔 早餐 拿条白铃悬在梁上 是 快去 一路哭喊出去 就说我被小殿下醉酒调戏 想不开要上吊 是 快来人哪 我家娘娘被小殿下醉酒调戏 想不开上吊了 快来人哪 快点来人 我们家娘娘上吊了 快来人哪 你交的好儿子和你一样 色令之婚 远真 你到底做了什么 夫君 孩儿什么都没有做 孩儿什么都没有做啊 使他闯入臣妾寝殿 臣妾献心 献心事善于他 是臣妾辜负了 君上往日的恩仇 求君上刺臣妾一条白铃 让臣妾死得清白些 求天君和君上刺臣妾一死 求天君和君上刺臣妾一死 混账东西 谁 你个畜生 是袁真不懂事 竟对肃锦侧妾做了如此丑事 但求夫君念在元真尚且年幼 就饶他一命吧 求夫君饶元真一命 从轻发落 虽然肃锦侧妾拼命抵抗 没有被他毁了清白 他若是旁人的儿子 本君尚能从轻发落 但偏就是你的儿子 最宠爱的就是你 本君三子之中 最宠爱的就是你 也是你最伤本君的心 没想到今日 又是你的儿子伤了本君的心 本君万万没有想到 这数万年来 初次让你带着儿子上天宫 竟然换来 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 被自己的孙儿 当中扫了颜面的结果 儿臣知错 求夫君息怒 元真 你小小的年纪 竟也能做出这种措施 也是让本君 不得不重新审视你 亏得本君还认为你 朕一信仁厚 旧天君明长 俗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是苏锦娘娘要俗儿来的 俗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旧天君明长 你个混账东西 哪个女人会陷害别人来回 自己的清白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还狡辩 来人 天君 中捆线索 将元真给捆了 丢下凡间 历劫六十年 六十年后 再重裂先搬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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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夫君救命 夫君 夫君 孩儿真的 冤真 最有性情温和 并不好女色 至此莫辱妇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求夫君明察 求夫君明察 夫君救命 夫君 当年 本君也以为你性情温和 不好女色 你不也做出了那般 丢尽颜面的事 来下去 不 不 不 夫君救命 元真 夫君 夫 夫君 夫君救命啊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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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啊 夫君 你 夫君 感谢观看